很巧喔 就我們採訪的今天 剛好是這個事件起訴一周年 因為我剛好看臉書跳動態 然後在起訴的今一年以來 這個感謝法院訴審訴決 一審判決定出來 然後二審馬上在11月14號也要出來 那這些這個司法流程 我覺得也是一個龐大的一個資源啦 那但是就是有人 事實只有一個 但是有人的態度是 翻翻覆覆點三倒四 那從最早的切結認錯 然後到後來的怕起訴又不認錯 然後到一審怕被一審生理期間 怕有罪又不認錯 但到二審的時候 想要搏剪刑跟緩刑又認錯 可是從頭到尾他很清楚啊 事實就只有一個 發生過的事情也只有一件 那我不懂為什麼同一件事情 不能坦然面對需要如此反覆 那哪一個宇宙裡面的 才是才是真的版本 對不對 這樣那誠信何在 所以現在可能大家會去問說 那你會相信他的道歉嗎 你會相信他想要和解嗎 我只想問他自己能不能相信他自己 因為回頭去看短短的這一段時間裡面 他已經改過幾次說法 但我的說法還怎麼沒有變啊 判決書的內容很清楚嘛 那請他根據他有罪的犯行 認錯跟道歉 然後還有他在 從後面直播一審審理期間的時候 這個事件本身當然是一個傷害 然後在一審審理期間的那幾個月裡面 他在自己的直播頻道 繼續評論 而且是完全扭曲事實的談論 就是創造了捏造很多電三角色的事情 然後總共講到我六十一次 然後聯名待信的講 或者是播起我身邊的過去的主管啊 或者是我工作環境上認識的朋友 這些都是很多 這些都是傷害 那已經是逾越事件本身 判決書也有寫到這一點 基於我們的工作性質 所以他這樣子的惡行 會造成對我比一般這個事件的被害人 更深的傷害 這時候判決書上面寫 法官也看得很清楚 因為他在一審審理期間的囂張態度 檢跟怨都是很有感的啊 因為他瘋起來 檢察官也罵 法官也罵 然後就說他 誰都罵就對了 對 但是他誰都罵 但他唯獨不罵自己 可是這一切的根本正是他自己啊 這是我覺得最荒唐的事情 那現在好啦 看起來PO了一個這個所謂的 道歉文 對 但是 我是一個代號這樣 然後他當然會講說 這個根據保護的原則他用的 那請問你在直播的時候 連名帶姓的呼籠我 你怎麼那個時候就沒有想到用戴好 那現在你又想到用戴好 那這不是只有我 我相信看到的人都會有這個問號 就那請問你在跟誰道歉 對不對 誰 如果那個人沒有follow到前面的新聞 只單純看到一篇 兩個事件他沒辦法連結在一起啊 所以我覺得是 在我來講我覺得是一個 很沒有誠意的說法啦 對 因為你其實你也講過 你要求很簡單 就是你真正事事的道歉 為你所做過的 就是判決書的內容 這個很清楚 但我不知道你最後可以看 他最後po的那一篇 跟真的判決書的內容 其實是天差地別 細節略過嘛 然後看起來就是 非常避重舊情 對 那我還是態度是一樣的 就是事實只有一個 那我不知道一個 我跟一個 點三倒四翻來覆去的人 要談什麼 相信跟和解呢 對啊 我也是 對